橘子的一生是悲惨的 他的世界从他还是十岁女孩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黑暗了 他的父亲因为安排人刺杀了当时的江湖领主 导致他的家族全部被杀了 只有橘子活了下来 而这一切也是因为胡勇帮助了橘子 收养了他作为自己的义女 其实在日本战国时期 确实有一个人是橘子的原型 他就是明治玉子 他的父亲叫明治光秀 曾经战国赫赫有名的武将 相当于吕布那样在日本家喻户晓 明治光秀在本能四支变 杀了主君知田姓常及其后继者知田姓忠 这样的起义也就一个星期左右 就被彻底覆灭了 而当年本能四的所有人都未能信念名案 而当年明治玉子也确实活了下来 也一直活到1600年 玉子就是橘子的原型 橘子慢慢成长后 胡勇让他学习了长兵器 而下面坐着一个人一直盯着他 他就是橘子未来的丈夫沪田 而此时橘子一百个不情愿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陌生的男人 但是今天却要穿上嫁衣 远离父亲 和橘子一起长大的妹妹叶子 一直在安慰着 而这个叶子就是后来嫁给天皇 成为皇子的母亲 橘子被抬走的时候 父亲千叮咛万嘱托 让他永远不要回来 父亲的愿望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橘子能活下去 橘子的思绪拉了回来 似乎父亲当年的话 就是昨天和自己说的那样 一直没有忘记 自从那次8.2级大地震之后 胡勇的军队伤残无数 这天晚上要给死去的人做个活动 胡勇也想借此来慰问军心 他将约翰叫到跟前 并对所有的人说 自己被山势吞没的时候 是胡勇不顾安危将自己救了出来 所以约翰给了他第二生命 他当众宣布赐给约翰封地 而且年薪600银元 总之根本花不完 另外名号也上了一个档次 成为海军上校 并立马上任 成为炮兵团的团长 当听到胡勇不和任何人商量 就把炮兵团交给约翰 八重何止儿鼻子都要气炸了 他们坐的位子还没有武热呢 就这样没了 约翰也正式得到胡勇赐给的佩刀 这样约翰将成为有史以来 日本第一个武士 这个是有真实故事原型的 约翰这个人在日本是真的存在过的 胡勇为约翰加官进决 让下面的人一个一个很不爽 说完这些 胡勇开始为亡灵祈福 这种声音所有的人全部发出来的时候 彻底震动了天地 震后的修复也在快马加鞭的进行中 八重这边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侄儿实在气不过呀 大炮还没摸几天 就失去这个位子 而八重一直在骂自己的侄儿太年轻了 凡事都要隐忍 不要让别人看出你的目的 要学会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总之时间还长着呢 约翰带着胡勇将军送的佩刀 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在此时他听到隔壁房间橘子的祈祷 他在为千千万万失去生命的亡灵送去祝福 约翰听到也立马加入了 虽然两人隔着一面墙 但是他们的注意 相信那些人都听到 会安心离开了 胡勇本来不想管橘子被打的事 但是因为地震这件事 胡勇知道需要给约翰一个交代 胡勇就决定对护田做出处罚 虽然这是家事 但是他打妻子的事情发生在胡勇客人的家里 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但是护田也说出自己的理由 因为橘子和自己在一起从来都是冷冰冰的 那种冷漠会杀人的 二十多年下来 他承受了太多的痛苦 他从来没有在橘子身上感受到真正的爱 但是他却发现橘子的眼神 在约翰的身上露出了那种让人极度的情愫 所以他当时确实失去理智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 胡勇的生活确实太痛苦了 看来橘子的目的从某一个方面来说 真的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而且这种痛苦并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二十多年天天天如此 就在说话的时候 约翰也走了过来 胡勇就快速地给出自己的惩罚 让护田和橘子分开七天不能见面说话 很显然护田是第一次为了打妻子而被惩罚 当他回头看到约翰和妻子的时候 脸都抽动了 那种痛苦已经折磨着他扭曲的灵魂 他离开后 约翰上前 他这次过来是来询问 为什么要把炮兵团交给自己 因为他已经决定要离开了 他不会长期住在日本的 更加不会带炮兵团的 胡勇是什么样的人 早就看透了约翰的内心 所以他不急不忙 询问约翰 你究竟喜欢什么 约翰非常直接地说 最喜欢的是回到自己的船上 然后开着船离开日本 但是接下来的话 橘子却不敢翻译了 因为约翰说他会开着自己的船 去攻打葡萄牙的黑船 而那艘黑船也是胡勇的敌人 此时橘子小声地对约翰说 你这些话不符合胡勇的利益 但是约翰要求橘子直接翻译 橘子没有办法翻译了约翰的意思 胡勇说 那艘黑船是他们的朋友 不能打沉 约翰想要继续说服胡勇 放自己离开的话 但是胡勇已经扭开头 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约翰起身离开 但是胡勇把橘子叫住了 他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约翰一心想要离开 橘子当然不能说他们那晚的缠绵 只能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胡勇多么的聪明 怎么不知道这两人的内心 所以直接要求橘子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约翰给留下来 这就是你的责任 橘子立马说自己没有办法 去改变约翰的想法 胡勇说 他想要离开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所以要么在他离开的时候杀了他 要么在他打算离开之前 改变他的想法 所以橘子立马心领神会 开始给约翰安排上了 画面先回到大阪这边 城里已经发生了暴乱 胡勇管家带着佟夫人和胡勇妻子 想要逃离出城 但是胡勇妻子毕竟已经快要生了 哪里能有力气再骑马逃离啊 所以佟夫人就对丈夫说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只有让胡勇自己安排人来救他的妻子 老管家只能独自快马加鞭离开城 前往往带寻找胡勇 那么大阪到底发生了什么了呢 很多人怀疑是石塘挟持了皇子 然后控制另外几个领主 目的就是让四大领主联合起来 一起对抗胡勇 现在是对抗胡勇最好的时机 但是也有人说 可能和刚刚回大阪的皇子母亲有关 是他在威胁四大领主 一起对抗胡勇 总之各说纷纭 所有人唯一相同的观点就是 这次挟持皇子的事情 目的就是对抗胡勇的 其实这一切全部都是皇子母亲叶子 故意安排的 叶子把不赞成自己全部烧了 而另外三名领主也被扣押在大阪 气氛祥和地看着戏 在胡勇辞职的那一刻 其实他们已经没有了实权 因为任何决议都需要 五位摄政王的签字 而现在永远也不会有第五位的签字 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没有了权利 所以每一个领主都知道 自己已经被叶子给彻底绑架 而皇子的奶妈一直在提醒叶子 石塘虽然表面站在你一边 但是她也是最危险的人 另外三名领主被扣押 随时都可能会有手下前来救家 所以现在叶子其实非常的危险 叶子对皇子的奶妈说 现在能看到危险是好事 可见每一个人内心都是复杂的 也借着看戏的时机 把更多的小领主也安排得妥妥 石塘在旁边左右逢圆 让这些小领主根本不敢不同意 所以只好都为了保护皇子 而参加了对抗胡勇的战争中 这天约翰正好看到了老管家倒下马 当老管家把大阪的消息说了出来后 所有的人都觉得不能等他们把军队武装起来 然后我们等着挨打 我们必须要主动攻打大阪 然后营救胡勇的妻子 八重觉得这件事还需要慎重对待 八重哲觉得现在不能操之过急 他们召集军队的时候 我们还有时间准备 只有胡勇的儿子十分激动地说 我们还不如趁着这次的机会 把另外所有的领主全部打败 然后自己成为新的幕府将军 但是胡勇立马拦住了儿子的话 并十分严肃地对他说 说着就站起来 让在座的人想个计划 能救出自己的妻子